大根他去KTV 或是去夜店唱歌的時候 他一定會找我 第一個是他覺得 帶出去很有面子 真的 第二個是他知道 什麼時候我要遮掩他 是嗎 對 上次他每月一花 找我一起去 對...我們去 還有夏語心 還有大根 還有一些你們大學生的 對 然後他也會幫我遮掩 就譬如說他知道 這個是舒子晨的菜 然後譬如說一個男生 小帥哥會遮掩 我到包廂我一定會先點東西吃 然後就是他餓 然後就一直吃... 然後那個男生就這樣 開門走進來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讓他看到了我 不想讓他看到我吃這碗麵的情況 吃麵怎麼的 對 然後我就會把它 就是往旁邊推 然後大根就會順勢的說 你幹嘛把我的麵拿走啊 好順勢 而且我都沒有跟他Re過 我就點超多那一種 麵很好吃 對 第一次見面的男生 怕嚇到人家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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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為什麼 我手機都是這樣嗎 他的食量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根都跟我遮掩 是嗎 對 好好身體 這是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對 浩哥就會被我當成牛郎來使用 因為我們每一次 大叔型的 他叫牛郎 牛郎 我以為海嘴好不好 我們每一次姐妹的聚會 一群女生姐妹聚會 我都會找 某哥來 喜歡幾本星夜的 十句 十句 對 喜歡到十句太懂 我都會找某哥來 因為他就是講話很幽默 而且他無限的會有話題 就是感覺我們女生如果 對 懂吃 我們女生如果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他會一直幫我們補啊補啊 然後會有幽默感 所以我覺得找他來就還不錯 氣氛超很熱 浩哥就是很負錢的吧 對啊 一負就很負責 我也會 立場 我比較好主要公布 你知道嗎 每一次找他出來 他都會約在燒肉店 然後他明明知道 他老婆最討厭的就是 吃燒肉 吃肉跟喝酒 所以他每一次約出來之後 黎黎都沒有來 然後就會搞得 每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會 因為只有我們兩個 跟我其他的女生朋友 然後咪咪久了以後就會說 為什麼你們就是只有你們兩個 而且別的女生我也認識 為什麼就不讓我去 你就不能約在別的地方嗎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被咪咪姐 真的誤會到一個很徹底 我就很認真地跟她講了一件事 我說咪咪姐 我用我的良心發誓 如果我要跟Paul哥約會 絕對不會在燒肉店 那麼沒有氣氛的地方 還突顯妳的氣質 對 妳這樣講話了嗎 妳一定會聽說 妳誰在公廠啊 妳看不到 對啊 妳就很有哭味吧 很嗆耶 這句 這句很嗆耶 黎黎姐 妳看我沒有 我會約在燒肉店 我當然是妳家 不是 不是 不是燒肉店 不是 因為女生就第一個 韓劇燒肉店就很熱鬧 還要晃盆 對 然後可以喝一點小酒 對 怎樣 然後第二個 熱絡 然後第三個 剛好咪咪 不喝酒不吃肉 所以她就沒辦法去 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回去的時候 這個身上都是烤肉味 她就比較不會誤會 其實女生怕烤肉味 對啊 沒有 我們如果回去 都是烤肉味 她比較不會誤會 就說 比如說妳有香水味 妳有什麼肥皂味 她就會誤會 所以那個時候 妳如果覺得 是烤肉味的話 她就比較不會有胡思亂想 我當然很希望她去 但是她就是 剛好她也不吃肉 也不喝酒 所以我們就盡量每次都會找她 剛好就約在那裡就沒辦法 她的女生朋友明明是認識 有些幾乎都認識 都是圈內的女生 對 都是圈內的女生 然後更好笑的是 除了這個以外 還好玩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 因為同一個公司 然後就中間會有空檔 空檔我們也不好意思去哪裡 那就去喝個咖啡 然後我們那個 我那個咖啡的那個金卡 對於飯店 金卡 金卡那個是咪咪的 然後上面那個金卡 上面都會寫個暱稱 然後都會寫個大美女這樣 因為我幫咪咪取的就是大美女 然後那時候請了 想說我們也是做歌的對不對 當然就是要請蔡允潔 所以每次一定都會點兩杯 一定都是刷咪咪的卡 就那個逼完以後 你刷咪咪的卡嗎 咖啡給我 對 然後那個咪咪卡 那個直接就會 上面就會寫說 今天又急了兩點 急了兩杯這樣什麼在那個 她就會每次都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請蔡允潔 為什麼每次都要刷兩杯這樣 我說這就是哥的飯 哥就是大哥就知道大哥就是要請 這個小錢沒關係 大哥應該是要請全部 對 要什麼是請咪咪 請在新整棟VPS的人 沒有 因為甄莉姐像他們 如果有去的話就比較不會請 因為甄莉姐不能喝咖啡會心寄 你不要吵 因為其他飲料 對 所以一定會請她 咪咪就有點怪 我發誓我真的不知道 咪咪姐我真的不知道 她是用妳的錢請我喝咖啡 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再黑 你不要再黑 連咖啡他都會看 怎麼會請她 對 因為你不回家 你不是實話實說是請她 我都會講 還是說買給小偉哥 沒有... 我們都說都是蔡允潔這樣 蔡阿咪 另外一個幫她蔡阿咪這樣 我說為什麼都要每次要請她... 我說人家就是對不對 再上來台北打拚 就一個小女生的 我們請人家是很正常的 你應該更嗆一點 好啊 那我又買一杯 兩個人喝一杯 好棒喔 兩根吸管 真的 差一口一口 嚇死了 恐不恐嗎 是這種吸的 當然是妳喝哪一個 沒有吸的 這招好耶 對 那我們就以後買一杯 兩人喝 好香喔 你一口一口 不行的 你濃我濃 這樣會死人 分歧要分好 我覺得咪咪現在 感覺好像有一點 對妳是會注意我 所以我...跟我無關 對... 都是臭的 說實在是不是妳也會擔心 我會擔心啊 會被誤會 因為這樣子誤會很大 因為如果你說 你是用咪咪姐的錢買咖啡 那就換我請你嘛 對 下次啊 下次 對 怎麼可以拿咪咪姐的錢 來請別的女生喝咖啡 如果是我 我會生氣 對... 對 所以要感覺 感覺啦 所以第二個要出來 下次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吃一下... 我們兩個人就是其實 會不會一起做兩個人 會 我們會去就是聊天 聊心事 因為其實馬國賢 他心思很細膩 而且就是他特別適合 就是聊一些感情的東西 私密的東西 而且大家不要看他這樣 他其實 看到哪樣 看到哪樣 我不要 老大哥怎麼了 我沒怎樣 我沒怎樣 我覺得衣服他怎麼樣 對啊 妳講好衣服怎麼樣 我做間飯哥剛看他怎麼樣 頂多看他怎麼樣 大家不要看他好像有搞笑的外表 可是其實他內心很細膩 而且他其實很會算命 他很會 塔羅牌 而且他會算生命靈數 所以我有一陣子 很常就打算給他說 毛嫻 趕快出來幫我算一下 我接下來下個禮拜的運勢 然後所以我都會拉著他一起 然後因為你知道 他講這種運勢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要讓別人聽到 所以我就會跟他約去比較 就是比較咖啡廳 稍微隱密一點的地方 對 就是不想讓別人聽見 因為有的時候會想問一些 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什麼的 太私密的問題 對 比較私密有情感的問題 對 妳們又是藝人 對 然後我就會問他 所以有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說 就我們兩個人 就我們兩個人 然後而且因為他會幫我 因為私密的事情 怎麼會要讓別人聽到 對啊 一定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 然後就是有的時候 就會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而且就會變成是 無形之中 我們兩個人會有很多秘密 就這個東西就是他知道 然後他就不會跟... 對 就譬如說 我當時單身的時候 可能我有兩個對象想要選擇 那我就會去問他 就要幫他分析 對 他就要幫我分析 哪一個好 而且男生最知道 男生在想什麼 對 男人最懂男人的壞 最後他選出來那個人 是真的有結局的嗎 其實我覺得他算得算 還不錯 可是他口條很差 好 好 好 說到口條 因為他要講不講人 就是遂詞很多 表達得你 他好 欠佳 他怎樣 他怎樣 他牌就翻出來 就戰車 戰車怎樣 我跟你講戰車 戰車就是 你知道 他就是 就是怎樣 就是 這要怎麼講 解千解我不好 你就講 他就是 我只想多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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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要幫人家看 明明就三句話就講 我就可以就可以 因為我們的個性就是這樣 可行就可行 不行就不行 就直接講 他就是 也不是不行 讓我怕你受傷害 也不是不行 就是 就怎樣 到底適不適合 那他有沒有喜歡我 也沒有說不喜歡 有那麼一點 但是他 對 會不會其實他一直在醞釀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 戰車 你覺得 你想推銷自己 對... 你選我是那樣的 你只是想要問自己 他一直卡住 終於有兩個人 對 然後他一直試探 然後你覺得我怎麼樣 你拍什麼玩笑 什麼啊 Paul的新車竟然是蔡允潔 幫他挑的 一直到他買完這台車 都付款了之後 咪咪姐才知道這件事 顏色該不會是你挑的 這一關過他選的 就是選配 因為試車選顏色 然後車款 誰可以拿破檔心 我所以陪他去選 真的 這個我要澄清... 這個要講一下